北加州静怡大学校友会5月25日在状元楼餐厅举行欢迎母校校长林思琳博士及公共事务室执行长王凯张道访湾区午宴 受邀出席贵宾有助旧金山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赖明奇 金山湾区华侨文教中心主任庄雅淑 乔务委员吕玉珍 历届校友及北加州校友联合会会长柯秀梅及干部等70人出席盛会 北加州静怡大学校友会会长黄安丽表示 林思琳致辞说很开心看到海外的校友凝聚在一起 校友会积极发挥作用 成为凝聚校友 支持校友发展的温馨团体 也为校友们与母校沟通交流重要纽带 自己照顾好就是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最好的礼物 在静怡大学我们说先爱所有的年轻人再教育他 今天我就要说各位学长学姐 先爱你们我们再好好庆祝这一天 林思琳也宣布聘请黄安丽为静怡大学校务顾问 在午宴上 与会的校友们也观看了由校长带来的两部影片 这些影片分别说明了静怡大学的历史和目前的校务状况 让校友们进一步认识了母校的过去和现在 让校友感受到静怡大学一路走来的努力和成就 在幸运大抽奖和合唱朋友的歌声的陪伴下 活动在一片欢乐和顺利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校友们互道珍重也带着满心的感激和对未来相聚的期待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出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